警方到场时就看到路边两名中年男子被一大群年轻人团团包围 已经被打到满身是伤,坐在地上不断哀嚎 还被连踹好几脚 为了避免情况失控,警方快打部队,马上行动 这些闹事分子一个也别想跑 警方拿出辣椒水尝试控制这混乱场面 迅速将人一个一个压制在地 这惨叫和刚刚围殴人叫嚣时的模样完全不同 最后统统被上铐 其实双方本来都是在北投之下KTV唱完歌要走 却在门口就先爆发第一次冲突 一丝不满被抢这五名男子从KTV门口徒步追小黄 到捷运站外拦车 甚至还把两人拖下车当街围殴 凌晨12点多,汪星男子一行人 在KTV外和林星男子等五人互看不顺眼 双方在门口互呛看什么 其中林星男子一方先上了两辆小黄离开 翁完这方越想越生气 追在车后方 趁小黄停在捷运站外时 拦下其中一辆 车上有两人也当场被拖下车围殴 五名嫌犯都只有20岁出头 其中两人是从嘉义北上 当天才约出来唱歌顺便打架 统统被依据众斗殴伤害罪送办 而最后这位46岁的林星男子 朋友也都四五十岁上下 打不过一群年轻人一起被揍 因为有还手也挨够伤害 这场年轻人与大叔们的街头混战 其中一方仗着人多欺负人 但人再多也比不过支援警力 最后是警方的快打部队大火全盛 TVBS宣传明文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